各位观众好 今天为各位示范的这一道叫做我们的油条肉碎冬粉蒸蛋 那这一道也是蛮平常的家常菜 它也是广东菜的一种 好那准备的基本食材有我们的糖 盐巴 胡椒粉 还有米酒 葱花 还有我们的碎肉 还有我们的酱油 香油 还有水 然后这边有鸡蛋 油条 冬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调拌这些鸡蛋的部分 来我们先把这里的蛋 差不多1比1的比例 这里有差不多8颗的蛋 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一样 我们要搭配1比1的比例 好我们这边先放下去米酒 把米酒先放进来 好1比1的水 我们先放进来 好水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加上去我们的糖 盐巴 盐巴 还有胡椒粉 先把它加进来 好香油先取一半 我们先取一半的香油进来 好先把它搅拌一下 好把这些盐水先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放入我们的蛋液里面 如果你一开始就这样把它加进去 可能你的盐巴跟你的糖 它在溶解的速度会比较慢 甚至乎有时候会产生溶解不足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水分先把它和匀之后再放进来 好接着我们再把它打散 好和匀之后呢 我们取我们一个生盘 我们取一个生盘 好我们先把我们的冬粉 刚才泡过水的冬粉把它切成小段状 把它切成小段状 好我们先把它铺在我们的碗底 好上面再铺一层 我们刚才用热水烫过的 我们的碎肉 来这样把它铺上来 你看看这样看起来 等一下吃的时候又有漏碎的那种口感 又有冬粉的那种软嫩 再加上我们我们真吃完的那个蛋液 就非常香滑了 好接着我们把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蛋液呢 这样慢慢的把它倒进来 好利用一个东西我们把它挡住 就不会比较那么的冲击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冬粉跟我们的漏碎 变成一边有一边没有 这样稍微给它和匀一下 好漏碎它开始有点会浮在上面没有关系 好我们把它搅拌清理一下 好我们准备了油条 这个时候把它放上来 直接放在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角肉冬粉上面 这样给它铺上来 好这样看起来 因为油条它本身有炸锅 所以它有一种炸锅的那种香气 等一下会跟我们的蛋液和合在一起 好把它铺满就好了 好把它铺满之后呢 我们开始可以来放到我们的锅底了 好来我们这边有烧热的一锅的热水 好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那蒸蛋最忌讳的就是火很大压力过大 所以有些蒸出来的蛋就会很蓬松 基本上它等一下就会塌的更难看 所以记得蒸蛋最重要的是盖子不要盖得太密 让它有点缝隙 它会把这些热气慢慢的适度的排掉 慢慢的熟成 这样等一下蒸起来蛋液 它就比较有点层次感了 好那蒸多久 差不多我们像我们这样小火 我们来蒸个差不多七分半钟八分钟 就应该会熟了 好七分半钟差不多八分钟 我们可以稍微检查一下 我们把盖子打开 稍微给它看一下它里面的柔软度 如果它觉得有点凝固了 这代表我们的蛋已经全熟了 好那这次我们把它取出来 好那我们这边再拿一个新的锅子 我们要把一个调味料 我们再把它稍微煮一下 好这里我们把我们刚才的香油 先把它放到锅底来 好那这边我们的油开始温热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葱花 把葱花把它放到我们的锅底来 好把它放到锅底来 稍微给它炒一下 因为很快就变得更绿色了 这样让它有点香味上来 好把它炒出香味之后呢 我们要利用这水还有酱油 那我们酱油先下锅 记得酱油让它烧煮一下 这样酱香的味道会更香一点 让它烧煮一下 那你也可以用一种方法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葱花放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油烧热 然后把这些水再加进去 也可以像葱花这样 可以吃的比较清脆一点的感觉 好 最后我们把水加进来 好 再把它煮均匀一点 好 把它煮滚 水煮滚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 我们的一个油条蛋上面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淋上来 你看这样淋上来 颜色就变得更漂亮 然后我们的蛋又多了一个味道 就是酱油的味道 跟我们葱香的味道 都会在这里 好 那这一道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为各位示范的 我们的一个油条冬粉肉碎蒸蛋 我们今天为各位示范的